朱元璋在前上课了一个字,就解决世界级难题。 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的皇帝,其中不乏能力突出的,比如千古一帝秦史,王比如爱民若子的唐太宗,再比如文才武略的汉武帝不过要提起治国才能,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朱元璋。 朱元璋的人生非常富有传奇色彩,从一个放牛娃成为大明朝的开国皇帝这段历史,至今仍然被人津津乐道不仅如此。 朱元璋在各个方面展现的才能也让人赞不绝口,后人对朱元璋的评价也非常高,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朱元璋的治国之才。 朱元璋在位期间货币一律被改为鸿武通宝,由于货币的需求量非常大,所以全国各地都一起制造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, 皆渐渐浮出水面。很多地方在主造货币的过程中趁机贪污腐败,偷工减了这就使得劣质货币大量出现重量不对大小不对渐渐的整。 各市场都变得乱糟糟的这一情况,令朱元璋头疼。 不已不过很快朱元璋就想到了应对的方法,马上朱元璋就下令每个货币都必须在上面刻上本省的钱, 趁这样一来只要出现劣质货币,就能很快地追根溯源,知道哪个省存在偷工减料的现象。